马兴两国的陆路关卡将在下个月全面重开 到时候在邻国工作的国人将可以恢复跨境 柔佛州政府就建议设立一支特工队商讨边境重开以后 往返两地的标准作业程序 柔佛州青年体育企业发展合作社及人力资源行政议员 默哈默海里透露 当局会先和相关单位 例如卫生部商讨边境重开事宜 州务大臣翁哈菲兹也将会和州卫生局 商讨在师城工作的国人每天来回的事宜 再拟定标准作业程序 他有信心完整的跨境指南将在近期内公布 首相纳路斯里伊斯麦沙比里早前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发表联合声明 宣布马兴陆路关卡将在4月1号重开 完整接种者将能够透过各种方式出入境 不需要检测也无需隔离